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向二人秘书和烈火流淡热风作他们的一种等等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他喜爱公平正直人得见他的面 第四篇第十一篇是一个情境 这个情境我们先来看大卫所遭遇到的情境 第一节说 我是投靠耶和华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象鸟飞往你的山去 看哪二人关公把剑搭在弦上 要在暗中设纳心理正直的人 这两节告诉我们一个大卫生命中的一个情境 那个情境就是二人关公把剑搭在弦上 要在暗中设纳心理正直的人 也就是说 大卫变成一个剑靶子 然后这个人躲在暗处 然后把他拿来用按键来射他 按键来射他 那等于是说 他不断的被这样的一个对待 一个暗中谋害 暗中的对待 所以你们怎么样对我说 你当象鸟飞往你的山去 这是人给的建议 人就对大卫讲说 居然人都躲在暗中 发剑射你 攻击你 打击你 那么你要怎样 你要像鸟飞往你的山去 你就要逃 你就要奔到你自己的摊 逃到你自己的安全的地方 你逃走 不要跟这些人面对 不要跟这些人在当中对抗 那你就离开 躲掉吧 就是你要逃奔像那个鸟一样 飞鸟一样 金孔的鸟逃奔一样 所以第一节就讲 你们怎么可以建议我 当这些人躲在暗处 不断的用按键攻击我的时候 叫我像飞鸟一样逃奔而去 为什么 因为第三节 为什么不能逃 他说 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根基 这里的根基是讲到整个在社群当中 社会当中的公平 公平 或者是代表正义 也就是说大卫知道 他自己留在那里 他是一个代表正义的 代表正直的 代表这社会公平的 那如果他被这些人按键攻击 按键重伤 他就采取逃的方式的话 那么这样子根基就毁坏了 那如果根基毁坏 那么社会上的正直人还能够做什么 还能够做什么 所以一到三节是一个大卫在当中思想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碰到一些人 为了他的私利 为了他的利益 那么在当中暗中发案件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面对 怎么面对 世界上的做法很可能觉得 你没有办法跟他作对 那你就躲起来 躲到你觉得安全的地方去 这些人要这样做就让他这样做 但是大卫在这里 他并没有办法 如果上帝把他摆在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要代表公义 这个位置就要代表正直的话 他就不能够离开那个位置 这个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光跟做盐 做光跟做盐 我们是光是盐 如果我们是光是盐 所以在一些的位置上 我们是不能躲的 不能逃的 不能躲 不能逃 所以一到三节 让我们去思想 当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 当我们受到试验 或者受到逼迫 或者说遭受患难的时候 要思考 我们是不能逃 不能逃 所以第四节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慧眼查看世人 耶和华是愿义人 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他心里恨恶 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跟第六节讲 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 有烈火 硫磺 热风 做他们卑中的份 所以第四节讲到 我们真正要依靠的是 那一个坐在高天至上的那一位神 他在他的圣殿 在他的宝座上 立定在那里 意思讲 他是拥有至高权柄的那一位 他也是查看世人的那一位 会眼查看世人 就是他明白一切 一切都不能向他躲藏 所以这是耶和华试验义人 所以当我们义人被摆在这样的一个情境 这就是试验 试验就是一种考验 考验的目的不是要摧毁我们 圣经用试验讲的就是上帝把那一个 我们里面真实的景况显明出来 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是一回事 对不对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有信心 那上帝就试验我们 那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不是真的怎样 很有信心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实在很没有信心 上帝也试验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没有信心 所以试验的目的呢 不是一般的 不是撒旦 撒旦试探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跌倒 为了叫我们在当中遭受到打击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试验呢 是把我们验出来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 那是为了赐福给我们 为了帮助我们 所以这里就讲 那么呢 当我们被放在一个位置上 记得这个位置要先定好 然后如果就是环境中有恶人 万公把剑搭在弦上 暗中射我们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回应的行动 那是如果我们已经是被放在这个位置上 要代表根基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够逃的 不能够逃的 所以当我们被放在一个熬炼的当中 当我们是光我们是炎 那我们就不能躲 不能躲 就是有些时候基督徒是不能躲的 不能躲 所以这是神誓愿义人 那这就是誓愿义人的什么 誓愿义人的信心 誓愿义人对神倚靠的心 所以我们被熬炼的就是信心被熬炼 信心被熬炼 那么恶人跟喜爱强暴的人 神心里是恨恶的 神恨恶恶人就是心思意念中 充满邪恶诡诈 强暴的人就是强取别人所有的 侵犯别人生命的 那么他要向这样的恶人密布网罗 密布网罗就是让他无处可逃 前面不是讲吗 你要像飞鸟飞往你的山去 你还有路可逃 那是恶人上帝跟他密布网罗的时候 他无处可逃 那么烈火流防热风 这就是上帝的审判 用这个来形容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审判成为他们卑中的份 就是他们必定要喝的 他们必定要喝烈火 流防热风 也就是他们在上帝 让他们无处可逃 他们就要来承受上帝的审判的手 就是烈火流防 这个是给所多玛 俄摩拉的烈风 就是让他们在毁灭的当中 因为耶尔法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所以神喜爱公义 所以正直的人 他们就可以在当中经历神是 保守公义正直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先看诗篇第十一篇 诗篇第十一篇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首先我们会被放在一些位置上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就要代表的是正直 代表的是公义 每个位置都有他所要代表的正直跟公义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遭受到恶人光弓搭建暗中射我们 这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了 逃避是世人的建议 逃避是世人的建议 当世人建议我们躲起来的时候 那么记得 世人建议我们躲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想 躲起来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躲起来的 这里就讲根基就毁坏了 根基就毁坏了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 要成为在那个位置上 用新耶的话讲 就是我们在那个位置上 就要在这个位置上成为见证 成为见证 这是一件要紧的事 每一个在社会上的位置 每一个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位置 都要我们在当中成为光成为炎 成为光成为炎 那这是我们自己要持守住的 持守住的 那么所以在当中 这里就告诉我们 那么大卫在这里他就知道 他不能躲 他必须在那个位置上 即便是有许多的攻击 逼迫临到他 他仍然要在那个位置上 这是诗篇第十一篇 诗篇第十一篇 那么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坚定的 在这个位置上成为主的见证人 他这里讲我们要相信 相信神是坐在高天的宝座上 他的慧眼查看世人 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是 上帝是做着掌权为王的那一位 他知道一切人心所思念的 那么义人的信心会被受考验 但是恶人 强暴人 那么神会恨恶 一切作恶的人 他必然承受的是上帝的审判 烈火 流防 烈火 流防 热风 这就是他们 就是毁灭 毁灭会临到这些 恶人强暴人的身上 因为神是喜爱公义跟正直的 所以这是诗篇第十一篇给我们的 请说 我们当然要有智慧 因为耶稣讲 你们要灵巧像蛇 训良像鸽子 所以不是说 你站在那里别人刀子砍过来 你就让他砍 但你不能离开那个位置 重点在这里 比如说大卫是做王 他不能因为别人一直逼迫他 他就好吧 就把王位让出来 这个不行 你那个位置就是 上帝要你守住那个位置 那个就是人的位分 人的位分 可是有时候 很难守就算了 但是 很难守没有完成 但是有时候 是你要守 可是去守住 对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的守的方式 是需要考虑的 比如说使徒保罗是使徒 那么他在路斯德 在那一代 传福音的时候 别人要杀他 所以他还是逃 对不对 他还是逃 所以他在那个 他并没有说好 那我要传福音 我就是要在这里传福音 你们要杀我 我就让你杀 他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传福音的那个位置 并不是说 就站在那里被人家杀 他仍然要保守住 他就是这个使命 然后 当圣灵跟他说 你要回耶路撒冷 那这时候他就不逃了 有没有发现他就不逃了 对不对 他就不逃了 他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是不是 那圣灵已经告诉他 你回到耶路撒冷 会受逼迫 会怎样怎样 那你就要在那里为我做见证 那他这次他就不逃 因为我说了 这叫位置 上帝给我们一些位置 是我们必须承接的 承接的 所以我们的心 仍然是要向着神有信心 所以保罗 虽然有路途当中 许多人劝他不要回耶路撒冷 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 但是保罗仍然坚持要回去 因为他不能逃 他就必须去面对 必须去面对 那面对以后 他果然被捉拿 果然别人想要暗杀他 但都没有成功 对不对 然后他 又被带到该撒利亚 又关了两年 两年以后 还是一样把他送回罗马 又在罗马 又被囚禁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日子 从人看他都不自由 但是福音却在当中被传开来 然后在当中他也写了几封的书信 那就变成教会非常重要的资产 因为我们讲坚毅书信 就在这个写实后写下来的 所以我们在哪一个位置上 都是上帝安排的 所以我们就在当中 接受信心的一个考验 在当中接受信心的考验 但是这个位置不见得是世上有形的位置 不见得是世上有形的位置 不见得是世上有形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在一个家族当中 这就是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位置 那一个家族里面都不是信主的 那把我们一个信主的摆上去 那我们就被放在一个位置 那本来跟家人可能没有太多的冲突 那是因为信仰的缘故 就变成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那这个是常发生的事 常发生的事 对不对 那我们基督徒就要在当中接受 接受人的 对我们的一些的 一些的不谅解不理解等等 所以世界的位置 世界的位置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职位上 然后遭受这个攻击 因为我们不像大位 就是说他那个网 但是我们在工作上 在一个位置上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可以放的吗 就是说世界东西是可以放的吗 可是什么时候我们 在那个位置上 我们该放或是不该放 是本于什么 就是说你好像放了 好像会蒙受不排机会 但是不放好像又变成很世界的手段 所以我们在那里说 收文给基督徒的见证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哪里 我们接受的位置有 有从生命的关系来的位置 那生命的关系基本上来说 那个不是我们选择的 上帝安排的 那有一些位置在社会上的位置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看他的主动跟被动性 比如说 那一里的时代 那一里被皇帝任命 成为这个总督 或者成为在所有的总督之上的首长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他是被任命的 所以他不能逃脱这个位置 因为他是被放在那里 那被放在那里以后 其他的人当然就对他就不满了 因为人都想把他从这个高位上挤下来 所以人就开始寻求各样的方式打击他 看看他有没有在这些做法上行为上 有什么这个违背法律的事 那戴一里书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他的仇敌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可以告他的把柄 没有找到可以告他的把柄 所以他们就想 真正可以攻击他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他的信仰上 所以他们就发现 戴一里的信仰跟其他人的信仰不一样 其他人的信仰都有他们要拜的偶像 然后拜偶像的人还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说他们多拜一个偶像关系不大 拜偶像的人多拜一个偶像没什么多大关系 拜偶像的人对这个关系不大 所以当时的人就建议皇帝就是立一个像 对不对 立一个金像 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跟他下拜 然后这一个立了以后 代表大家对这个皇帝的臣服 那么其他信偶像的拜偶像的人都没有关系 这些都不重要他们都可以做 但是单一里不能做 对不对 所以他们用这个来作为借口 就跟王讲说 单一里不听你的话 你说不能够去拜其他神明 然后单一里还是每天三次 念向耶路撒冷祷告 他没有遮掩他 对不对 这就是试验 就是试验 记得上帝试验我们 我们只能做对的事 不能我们有一些人他弄错掉的 自己做坏事或者做不对的事 不法的事 或者不合神心意的事 他却说上帝在考验我 那是两回事 上帝没有叫人做坏事去考验人的 不能这样子说 上帝不会这样子 对不对 神是不被恶所试探的 所以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 所以单一里 仍然是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 敬拜他的神 所以这就被他的仇敌 逮到告他的机会 告他的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讲的 他不能有些可以躲 有些他不能躲 有些他不能躲 不能躲 他就是在靠着上帝的 靠着神去面对他 靠着神去面对他 那不能躲 是不是我们的结局 从人看都是好的 我加一句话 从人看 那倒不进来 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有些人上帝 从人的看是拯救他们的 比如说单一里被丢在狮子坑 最后狮子没有吃他 对不对 所以从人看是好的 单一里的三个朋友被扔在火窑里 结果火没有烧灭他们 从人看是好的 所以有些时候 这些事业临到我们 从人看结果是好的 因为那些危险没有临到 但不是全部都这样 仍然有许多倚靠神的人殉道 对不对 彼得最后还是被杀 并没有说因为他要被杀了 所以天上显一个神迹救他 没有 保罗也被杀了 天上也没有显一个神迹救他 所以我们不是从地上的结果做判定的 而是从这个人他的信心里面做判定 从他的信心里面做判定 记得我们是从信心做判定 他是不是一个坚心倚靠神的人 这才是一个要紧的事 这个分界点要当心一点 因为事实上这个有点广 这里还是讲一个公义跟正直 公义跟正直 就是我们在这世上跟人的相处 第一个是公义跟正直 第二个是怜悯 不然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公义是正直 我们都对要当心不尽难 第二要紧的是怜悯 是怜悯 所以我说的不尽难 不要说我是一个公义的 我是一个正直的 我都对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一样 面对的不一样 所以不是你认为正直公义你都对 不尽难 因为我们的智慧能力各方面是有限的 好 可是很多人都是在讲公义的时候 他把怜悯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因为他这样嘛他很可怜 所以我们就 反而那个公义的成分 他就牺牲了别人的公义 然后来怜悯那个就是没有做公义的人 但那个没有做公义的人 他有该怜悯的地方 可是好像很多人都把那个怜悯 最后就超过那个公义这样 那在怜悯跟公义上面什么要比较重 这个跟我们的位置有关 如果我们是一个法官的话 我们是一个法官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当心 因为法官的原则很简单 圣经给的原则 就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不是报复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是法官的原则 法官的原则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不要去想说 你是把人的牙齿打掉 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 照着所做的去对待他 知道吧 就是你法官的原则 你伤害人 我们用一个量化的 伤害人一百 你只能惩罚他多少 一百 如果你伤害人一百的人 你对那一个伤害人的只有九十 报应他 那是差十 差十这个法官就不公义了 因为这样对受害者不公平 对不对 如果他伤人一百 你却加他一百一 这法官也不公义 因为他对这个加害者多了十 多了十 所以当时圣经给了这个原则 不是用来报复 但是很可惜 就是这个中东的一些民族 在讲这些原则 都拿来做报复 这个不是报复 这只有做法官可以做判定 就是你做审判官 你只能这样 你只能这样 然后在制定法律的人要当心 制定法律的人要有怜悯 制定法律的人要有怜悯 就是你在制定一个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思想到公平公义 还要想想对社会的那些 有些弱势的 你有没有怜悯在你的法上面 那法律制定下来 执法的他就只有公平 可是如果法律就是 兼怜悯而不听公义 就是兼怜悯过于不足那个公义 那事实上法官就算把它 根据这个法律判到 判到那个法律的标准上限了 他还是对被害者不公义 对 所以这个就是制定法律的人 要去受审判 所以一个我们所占的位置 我们都有一个交账的责任 交账的责任 要这样讲的话 那我们现在的社会上的法律 就不公义了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世界杀人犯 但是他犯个五级毒气过二三十秒而已 那这就不公义了 这个就是看我们的公义 用什么做标准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是以圣经做标准的 但是因为世界上的人不是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经的标准 加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只能自己放在心中 对我们自己做要求 可是很多的基督教国家 那他也是被准死的事情吗 基督教国家不等于是基督教徒 这是两回事 这个是必须要切割很清楚 那只是他们以圣经做一个宣誓的一个记号 但是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宣誓嘛 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就是 连审判耶稣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仪誓嘛 对不对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是说诚实话 是不是 但是人自以为说诚实话 不一定是诚实话 人可以走过所有的仪誓 但也不一定说诚实话 好 那我们今天针对诗篇 我们最主要学习的就是 当我们面对了一些攻击 面对了一些打击 生命中遇到一些迫害的时候 或者是被人恶意重伤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 其中一个思想是 我们不一定可以离开那个位置 如果我们必须要站在那个位置 接受别人的打击重伤 那我们是不是能难可以倚靠神在那个位置上 这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 那我们一定要倚靠神 因为不是自己有本事做仲裁 不是自己有本事在当中怎样 大卫能难相信神 虽然他是一个王 他是一个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对耶鸭 面对他的元帅耶鸭 耶鸭杀了不该杀的人 可是大卫没有办法 在当时判定他 所以他只能相信上帝的公义 仍然在那里 好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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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 感谢观看